三個USB孔 一個Type-C,兩個Type-A 一個LED的照明燈 可以當手電筒使用 再來就是最重要的部分 110V的插座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看這一台東西 這是一台逆變器 各位既然都已經進來了 就麻煩各位 訂閱開啟小鈴鐺 按讚分享我的影片 這是對阿保頻道最好的支持與鼓勵喔 一般我們有電動工具的人 經常都會有很多塊電池 這個東西 他就可以把18V電動工具電池裡面的電 把它轉成110V的交流電 我們先來大致上看一下它的配備 上面這個地方有一個可以調整角度的把手 這個把手就方便讓你把這個東西提著走 三個USB孔 一個Type-C,兩個Type-A 一個LED的照明燈 可以當手電筒使用 再來就是最重要的部分 110V的插座 這種設計的插座 可以插很多種規格的插頭 最大到300W 它另外也有220V的版本 如果你要轉換成220V的電 需要買另外一個版本 我這個機種 它是可以支援兩顆木田18V的電池 如果你是其他品牌的 比如說德偉或者是米沃奇 你就需要買給米沃奇或者德偉使用的款式 它的外型設計除了這一種之外 還有其他款式的 比如說這一種或者這一種 它最主要的差別 是支援的最大瓦數 我這一款是300W 有的是150W的 除了瓦數的不同之外 它也有支援電池數目的不同 底部這邊就是裝電池的地方 像我這個就是裝兩顆電池的 它的設計是會先使用一顆電池 一顆電池用完 它會自動切換到另外一顆 它並不是兩顆同時使用 所以你不管插一顆電池或是兩顆電池 它都可以正常運作 如果裝上兩顆3.0的電池 就是長這個樣子 前面這邊四周圍有散熱孔的設計 頂部的兩側也有散熱孔設計 尾部這邊也是散熱孔設計 裡面有散熱風扇 這個東西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讓你在戶外可以使用110V的交流電 我的話是因為有的時候一些電動工具 它是需要110V的電 它的瓦數如果不是很大的話 就可以使用這種東西 或者像有的時候我在拍片的時候 現在LED燈瓦數都沒有很大 如果拉電線又不方便的時候 就可以使用像這種產品 接下來我們就來測試一下這些功能給各位看一下 像這個USB的接口 我們等一下可以來做一個簡單的測試 我們先幫它裝上一顆電池 它這個燈的正上方有一個開關 這個開關就是給這個燈用的 旁邊這邊也有一個開關 這個開關就是給下面的USB用的 左邊110V這邊也是有一個開關 要打開這個開關 它才會提供110V的電 先來測試一下這個LED燈 上面這個開關按一下它就開 再按一下它就是第二檔的亮度 再按一下它就是閃爍 再按一下它就是關閉 所以它就是兩個亮度 一檔的閃爍 三種選擇 接下來我們來測試一下這個USB Type-C的孔 看看它能不能快充 我先接上一條可以支援快充的線 以我三星的手機為例的話 快充是可以支援到9V的 把上面的開關按一下打開 表上面顯示這邊是4.8V 1.8A左右 所以大概就是不到10W 以現在的手機來說 這樣子算是沒有快充 接下來我們再來測試一下USB-A的孔 這邊顯示大概是4.7V 1.3A左右 所以這個充得更慢 總之不管Type-A還是Type-C的孔 它都沒有支援9V以上的快充 我覺得現在快充這麼普遍 它是應該要放一個可以快充的晶片在裡面 這樣才可以提升產品的價值 我們現在來測試一下這個最重要的E10V的插座 它只有設計一個插座孔 所以如果你有很多個裝置要插的話 可以使用延長線 插頭這一段線呢 從報廢的電器上剪下來就好 去買一個4X的插座把它接上去 不會製作的朋友可以觀看我這一部影片 有詳細的解說 我們現在把插頭插上去 然後按一下上面這個開關 它會有BB聲表示它啟動 啟動之後我們也可以聽到它這個裡面有風扇的聲音 主要是幫助散熱用的 我這邊找了一個手機的充電器來測試 這邊顯示的就是8.7V 2.4A 所以我這個手機確定是可以到9V的 剛剛測試的那三個孔只能到5V 是因為它晶片的關係 所以你如果在外面用這個機器想要給手機快充的話 還是必須要準備一個這個手機的充電頭 出去露營的時候最常用的就是這種電風扇 所以我們也來測試一下這種一般家用的E10V的電風扇 插頭都插好了我現在開電 確定可以正常運作 這樣子我們到室外或者不方便接牆壁電源的時候 這個東西就很好用了 今天這個逆變器就跟各位快速分享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讚 然後分享我的影片喔 我們下次見拜拜